今天我們去的環境來到這兒來 今天是第二陣 行程牌非常滿 累不累 但是收穫是非常多 尤其是我今天正在看大報公司的計劃 往這次大區域 大陸上有這麼多人花這麼多錢 在做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感覺到不上去的確實 我們來的同學也講 他說來這邊之後 看到大陸拉雅的紀念 相當非常深刻 這時候我們來講清楚了一句話 我就跟各位說明一下 金書記 江蘇的各位朋友們 大家 安安 大家好 兩岸在江蘇省有報導的經貿文化交流 相當多的台商都在進行發展 因此這趟總的第一站 我要先感謝各位在蘇 在江蘇台商企業的造成 也要感謝各位對日本此時期的學術和安排 順便說明一下 我太太也是南京 這次間我希望南京武漢 江海橫山廠商都吃一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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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景仰一撒中國政治人物 隨著很多到他的偵臨去拜訪 就是讀 accent 的達償宗院 江蘇省城地方被稱是廿西江 extremely複 Ada 這是簡廠民國時なんか 重振 在江苏学城他的历史一直不在画像 我们今天也去了 第一个就是当国 我去看到这些故事 甚至他被设的非常灭熟 跟我过去的亲爱非常相近 这个成立之后 因为地理议院也接收了国民政府时代的各个部会有多样的档案 所以第一次对我们来讲是 对你都能了解整个当国的发展 两个两岸分享传承共同的学员语文的历史比较美 我们从学员来说是亲戚 从语文来说是同宗 然后从地理来讲是人居 所以这是不可挪备的一个事实 在我任内 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嚼而共识 拥有互信的各自正义共同 说实现了三分级好 其实我从1987年 就开始参与政府的两岸共同 那年我37岁 今年我73岁 第一次来达 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 人家想说 你讲半天你是不是在骗我 不是的 我对连岸社会有非常大的诚意 我认识很多大型朋友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值得我们做的 那么做得好 不管是三中之行 或者是其他的 两岸人都可以受过的 某些人之后呢 在台湾的部分大学 担任讲座教授 主要是讲我的专业的国际法 跟很多陆生在台三级上课 瑞士不瑞士到 27年的交流 对台湾对大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那么他们能够在一起 读书的学习 学习 教育 我觉得真的是 对来来讲 很值得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年我到 台湾东部的台东大学区 刚好在校园里 听到很悠扬的 塞克斯风演奏 我才会干 在他们的学校那个湖 那边好像有一些学生 在演奏 就跑过去看 诶 果然是 是台东大学的塞克斯风社 其中一个第一位是来自大陆 那感觉就是 非常的亲切的甜蜜 跟他的学生在一起严重 当然他们在一起打球 也在一起上课 这就是一个 我们希望很能夸的 我们能够放下针子 能够尽可能地 在学部体上达成共识 这也是我过去在台湾 整个中文的内容 推动两个交流 就是8年了 我们签了23行 可以说涵盖人民生活 大部分的议题 也是我们创造了 从两岸俄海 甚至70多年来 最和平的范囊阶段 那么 所以我现在之后 还是继续希望能够 从青年交流的方向来 就是我们带来 这么多学生来 让大家能够有机会 那么我们这次决定要来自在 3月20号 开机场后宣布 就是这几天 台湾的武力调查的显示 有77%的民众 都肯定我这样的做法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测诚 呃 习先生 跟我在新加坡见了面之后 也特别强调 希望两岸可以心灵契合 这是跟我过去再强调 拉近一个心理距离 是几乎是第一次分析 那么 希望能够按照交流 要合作 要接近互信 才能够避免战争的风险 呃 用交流来去取代对抗 用协商来取代冲突 所以希望呢 大陆方面能够多认识啊 台湾人在心理状态 大家一起啊 敢推动 这个异战跟融合的地方 那么 呃 无论如何呢 这次能够来这里啊 跟大家后面 交换意见啊 呃 你们对我们招待赛的太队 我真的很担心 我会吃得很胖回去 哈哈 所以 呃 那么 那么 也希望各位能够多让我们了解一下 在我们推动过程当中 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啊 哪些能够加强呢 让我们继续来 把事情做好 再一次谢谢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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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上海的地 除了我的姑娘老家祭祖之外 也会带着青年朋友 走访中国历史的重要地点 大群原来共有的记忆 这是中华文化所讲究的圣中的罪月 我个人特别觉得能够一场夙月 感到非常欣慰 吴威神一直是饱含能无闻历史韵味的旅游圣地 在此行中我们将拜访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 也会与学生们一起欣赏东湖绿道的温光深色 吴威神起义军政府的旧嘴在此 这是近代重要的历史遗迹 我们也会在所有最美丽大学校园之遇的武汉大学 进行此行的第一场学生交流 对于年轻学生们来进行一场值得我们期待的对话 我卸任后在东湖大学担任蒋座教授 很多大陆学生跟台生一起上课 也让我们更深入其论 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与重要性 两岸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彼此交流相互了解 多一分接触 两岸多一分情谊 有一月深厚冲突发生的机率就会越低 我们这次带来的青年学生 与大陆学生进行交流 我们的讨论就在于此 我们希望两岸要交流要合作 更要避免战争的风险 用交流要取代对抗 用协商取代冲突 同时我也期待大陆方面能够深入了解 台湾的新生求同主义 方能的新闻治理 谢谢大家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他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鲜味供演到一炉进去 里面的蛋白质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我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CTI567 CTI我辣7